侯友宜跟賴清德的對決 當然還有柯文哲啦 現在是撒嘎都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的 這個狀況呢 我們就一一來看 首先呢 民進黨現在怎麼樣 選戰除了這個 抹紅 抹黑 就只有這兩招 其他不會 抹黑剛剛是許小欣嘛 對不對 說他這個會選嘛 現在還有抹紅 好就抹紅 侯友宜了 為什麼呢 賴清德說侯友宜啊 你看 他就是依賴大陸啊 接受九二共識 也接受大陸人來台就業啊 完全對大陸不設防 這樣子對我們會造成失業的問題 衝擊台灣社會 百公百業都有重大影響 甚至影響國安 我會努力不讓這些事情發生 這個是賴清德講的 欸 奇怪呢 但是我記得前一陣子 他不是才說 他要把這個陸生來台 要納入健保嗎 好 然後很感人對不對 對 以前馬英九要做 他不給做 現在他要納入囉 然後行政運就OK囉 然後陸生來台就業 這個侯友宜說其實是要 經過審查聘請啊 是要有規定的啦 不是只是大 只要是大陸人都可以來 全世界都可以來啊 你看聽到陸生就抹紅我 但明明你之前不是也才講去 講陸生嗎對不對 而且喔 你們民進黨 總這年來 這個我們的探 這個探長開始爆料了 他說你們當時民進黨 也曾經找過我啊 去選台中市長 那個時候肯定應該是縣長吧 那時候是市長 我已經是市長了 然後去選嘉義啊 你們知道我去選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說我親中賣台呢 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曾經兩度挖角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不為所動 據說是綠營大佬 2010年親自去跟他講說 來來來 2010年應該是嘉義縣 嘉義縣嘛 來來來來 來我們民進黨 他沒來 他就說抱歉 因為新北市政府已經 這個提出了副市長的邀請 我要去新北市了 那這個2016年呢 蔡英文政黨輪替之後 民進黨又再度挖角侯友宜說 怎麼樣 你要不要來當我們的內政部長 就希望他能夠入閣 所以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你們其實好喜歡侯友宜 不是嗎 那怎麼現在把他說的 又是紅的 又說他什麼什麼 又說他是什麼 阿斗啊 什麼什麼什麼 南天的話都說出來了 民進黨真的 真的是永遠就是雙標耶 我知道其實民進黨想要挖 侯友宜其實是三次 並不是兩次而已 要邀請侯友宜入黨 然後希望侯友宜代表民進黨 然後能夠參選這件事情 而且是威脅利誘各種方法 通通通都有 那最早的一次 其實大家應該有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當時不是有所謂的精英入黨嗎 那時候就希望能夠號召一堆人 然後是就是可能在各行各業 然後已經做到一定成績的人 然後能夠入黨 那時候呢 侯友宜是最被鎖定的一位 因為他那時候是警政署署長 對不對 那所以呢那時候 我要 這邊我可以公開的說 所有威脅的手段 通通都已經使出來了 竟然對署長威脅 這大大 但是問題總統是陳水扁嗎 你不要忘了 那時候執政權通通都在陳水扁手上啊 但是侯友宜他 就是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點刻意 就是有一點叛逆 就是說你越是威脅我就越是不要 他那時候有一點這樣的心情 然後第二個他有一個心情就覺得說 他覺得其實他心裡頭想的就是中華民國 他其實對於民進黨 是不是愛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他是有疑慮的 所以他那時候沒有答應 所以如果大家回頭去看那一段歷史的話 那時候菁英入黨 然後好幾天都在炒作侯友宜 但侯友宜最後還是沒有入民進黨 這是印象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第二次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有一點點刻意要挖的 那2008年馬英九當選了之後 如果大家回頭去看的話 其實馬英九那時候沒有那麼喜歡侯友宜 因為他跟侯友宜之間沒有任何的接觸 然後再加上侯友宜當警政署署長當了那麼多年 然後是在陳水扁底下當警政署署長 你要說他完全心裡頭沒有疙瘩嗎 一定有啦 我認為多多少少都有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幫侯友宜從警政署署長 調到警察大學當校長 當校長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其實所有的媒體都認為 那個雖然說是平調 因為都是三線四吧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同樣的官階一樣 但是做的事情差太多了 對但權力範圍差很多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他暗將 對不對 那時候他們就去跟侯友宜接觸 他說你看 馬英主都不重用你 然後你就不要這個 跟他們在那邊混了 來來來加入我們民進黨 看你要選嘉義啊選台中啊 都可以這樣子 接觸的人就是陳明文 陳明文 傻爸班 這是我可以公開的說的 原來就是 因為這我親耳聽到的 這個就是某綠營地方大佬就是陳明文 那你想想看 陳明文跟他掛保證的話 他去選嘉義線 是不是順利 一定一定贏啊 就一定當選啊 隨便都有好多三百萬啊 其實那個時候呢 朱立仁還沒有找他去當副市長 坦白說其實那時候都還沒有 因為是要找他回去選 不要忘了朱立仁是自己也是2010年 才當選新北市長啊 所以要找他當副市長也是當選後啊 不會是選錢啊 所以那時候要找他的時候 他也沒有什麼副市長可以當 他就覺得說 我當警察大學 我有很多想法 我要為警察做 所以他那時候就繼續的 他還是對於民進黨的 愛不愛中華民國這件事情有疑慮 所以他沒有答應 那到了後來的時候呢 就是蔡英文上任 那時候民進黨是 是在野黨 手上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談不上威脅 那但是可以用地方的白禮猴來去利誘他 但他也不受利誘這樣 好 然後呢 到了之後蔡英文當選之後 就是後面所說的 內政 又來跟他接觸了 哎呀這個我們有很高的位子啊 要拉攏你 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副市長了 然後可是呢 對於猴友宜來說 他還是不願意加入民進黨 可是回過頭來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要加入國民黨 他說 後來朱立倫 就問我要不要加入國民黨 然後呢 我就加入了 我說 是朱立倫比較有魅力 我說 不是我覺得 哈哈哈哈 這樣講我想很多人會不喜歡這樣子 可是 就是說我說 那 可是 朱立倫 有用這個作為條件說 你這樣才能當副市長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 我是先當副市長的 我說那他有給你開什麼條件嗎 他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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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那他這樣邀請你就參加 他說對啊對啊對啊 那我說 那為什麼民進黨威脅也有了 利誘也有了 那你為什麼要加入國民黨 他說 他就是挺國民 挺中華民國啊 好 那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侯友宜加入國民黨的過程 他跟一般很多的藍營族群 就是那種從傳統就支持國民黨 是不一樣的 對 他心裡頭認同的國民黨 就是認同那個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那麼跟他不認同民進黨 就是那個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他不認同 其實就是一個基礎的基本原則 那這件事情可能會對於很多傳統的藍營 那一種很深的對國民黨的感情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太一樣了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 但是他對於國民黨的支持 我剛剛講這個過程 是因為我就是很好奇 我就要問他這些過程這樣子 然後呢他的回答 他的回答呢就是很直接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需要去懷疑他的 我覺得我相信他的感嘆 他不是要爆什麼料啦 對 我不覺得他手上有太多民進黨的料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啦 但是呢 他的感嘆一定就是 當初你們拉攏我的時候 我是個人才 對 突然之間在你們的眼裡 我又是個奴才 我又是個狗才 我又是個阿斗 然後什麼都不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差別 他覺得他就是他 他如果能為台灣奉獻 能為中華民國奉獻 他就去做這件事情 那各位可以從他做的事情去 評估他適合不適合 但是要去用色彩然後來看待他 我覺得是大可不必 是所以從鳳獻寫這一段完整的回顧 包括連人名都點出來了 當然去找他人叫陳明文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有人要說何友宜是什麼 藍皮綠骨嗎 應該不是了 大家這個懷疑應該可以這個 到此為止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捷口 嘩咪 曲折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